林陶 你覺得賴總統的祖國論 為什麼讓中共那麼不爽 外媒都已經說賴這次演講 很克制啦 很溫和啦 賴清德還說中華民國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75歲以上主人的祖國 不是都同一個祖國 我們祖國都借給他們用啊 中共在生什麼氣咧 你覺得你怎麼看 中共這個生什麼氣 中共也常生氣啦 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 但是重點是 它如果氣到今天早上 要用到這種聯合利劍 整個禮拜要用聯合利劍的軍演 來威脅台灣來威脅中華民國 當然是一件大事 那我們如果在這個基礎來看 你就知道嘛 因為我在這個國慶晚會的現場 聽賴總統講 我們當時候會覺得說 這不是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生日快樂嗎 那你來先講說 你們有一些人都講祖國 那你們有一些人對不對 然後要把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祖國是不行的 我們的祖國是中華民國 我是覺得說 在我們自己國家的生日快樂 感覺講這句話比較突兀 可是我覺得縱使他講這句話 在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大家可以吸收的是 中華民國就是我們的祖國 我覺得某種程度 在這個所有的民眾 聽到這句話直觀 不覺得這句話有太大的問題 那可是呢 其實在這整個過程中 過去的520 一直到這個國慶晚會 或是到了這個國慶日的 這樣子的內容 基本上你都可以看到 賴清德總統他突顯什麼 他突顯是兩岸互不隸屬 然後我們看到很多的民進黨的民代 他上節目就直接講說 這就是台灣跟中國兩個國家啦 對不對 大家都互不隸屬啊 所以國民黨的立場是 你覺得他講的就是國民黨的總統 也會講的話就對了 所以他跟 所以我現在說很多的這個藍營的人 會說 其實賴清德其實是跟著藍營的神主牌敗 所以那另外一派人說 不是不是不是 賴清德的中華民國的內涵是台獨 不是中華民國 所以我覺得大家各自解讀是不同 但重點來了 我覺得確實美方的壓力 在美方的角度就進來了 在這個國慶10月5號講完之後 你去看一下美國的亞太住卿康達講什麼 他直接說 反對台獨 對 他直接說反對台獨 然後台北講的話台北要去說明 如果賴清德老師 我支持你的話我會說 你改說的話你改負責 不會嘛 你一定會是說 那我幫你解釋他是在什麼意思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國在這件事情的立場 康達是對著台灣講 布林肯是對著中國講 所以康達希望台灣克制 布林肯也希望中國克制 最重要的是因為接下來 還是要迎接美國的大選 所以對不起 國民黨現在有接受賴清德這番說法 就你知道你們的朱立倫主席 他對這樣的看法他是怎麼樣的 我們其實一個基調 從頭從10月5號到現在都是一樣 就是聽其言觀其行 今天你不可能在這個場合說 我中華民國派 中華民國派 然後搞不好明年選舉的時候 要進行大罷免時代說 我是台獨務實的工作者 所以我覺得 當然他可以講出一個中華民國派 中華民國派可以接受的論述 可是確實有沒有可能口惠而不實 這是要觀察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國民黨的立場 真的是站在比較中立的立場 來評斷賴總統的說法 但是對中共今天這兩天 發起的聯合利監的軍演 當然要予以譴責 因為這本來就是威脅到 我們中華民國 威脅到台灣 整體的台海安全 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君主你覺得 你覺得奇怪 他都跟你講祖國了 賴總統都說 兩邊都有一個祖國 雖然是他們75歲以上 但是至少都有祖國這個字 中共到底在不爽著嗎 其實賴總統不是第一次這樣子 我認為賴總統他強烈的在走出他自己的風格 我覺得以前是中共幹什麼壞事 蔡總統拿出很堅強的盾牌 然後就可能講兩岸 可是賴總統這次常常就是直接喊 比如說他們今天早上演習 都開國安會議 之後總統府就說 請中國尊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每次都是兩個在那邊這樣亮出來 就是說不只他拿一個盾牌 甚至他從之前不是講說你中共為什麼不跟俄羅斯討領土 然後又說我是你的祖國 根本就是主動 我不只拿盾牌 我主動亮一把劍出來 所以我認為這一池很多鳥 就像剛剛林陶講的 有些中華民國派藍營的人會覺得 這好像很有心意 那有些比較深綠的人會覺得 你不要跟他扯在一起 然後美國也要回應 中共也要回應 所以賴總統他一個人就可以 磨藏可以搞亂一池春水 所以我再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今年一月的時候 日經雜誌就剪接一個研討會 就是說如果川普加上賴清德 這個組合會非常不可預測 其實不叫不可預測 說出來的就是 他們在一些情況之下 等一下也許會在講什麼情況 他們會一起持續挑戰中共的紅線 而不是讓中共每次跟目前的拜登政府 是他常常幫拜登政府畫紅線說 台灣問題是我們紅線中的紅線 不要有人亡火自焚 對 這就是我要講的 抱歉 我打斷一下 就是說剛剛林陶說 他這樣講然後康達出來打臉 可是有沒有可能其實 賴跟美方導致都有共識 反正你就講你有你的考量 那美方我就幫你稍微樂一下 反正兩邊都各取所需 好 這是我剛剛 你等一下可以回應一下 不過可信你覺得這一次的軍演 台灣人到底我們的反應是什麼 因為今天早上凌晨 應該說昨天早上 凌晨的這樣的一個消息 而且他們是24小時的 然後多化了一塊六塊 那你覺得台灣人在對這種軍演 我們事實上已經麻痹了嗎 還是像這個兩年前 應該說裴洛西老奶奶 前中醫院議長來台灣的時候 還有民眾開著開到花蓮去看煙火秀 看那個飛彈飛來飛去看煙火秀 你覺得我們台灣民眾 現在的心態是什麼 不好意思 我先回覆一下 剛才提到那個康達的這個回應 我覺得他他提到就是用一中政策 以及美國不支持台獨這件事情 是一貫國務院的這一個回覆 那我覺得他們也不可能說 我們支持台獨 美國不可能講這句話 所以他說我們不支持台獨 他也沒有說我們反對 因為這個是台灣人自己的決定 那回到剛才老師提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前陣子那個颱風發生的時候 我們也有看到有人在玩SUP 所以我覺得 就是當然絕對會有一些少數的人 他們對於這個危機意識 並沒有到這麼的理解 或是會去冒這個風險 但我覺得他是否是代表 整個台灣人對於這些 威脅的這一個看法 我覺得這是要非常小心的 那我自己個人認為 確實這個溫水煮青蛙的這個問題 是我們需要非常謹慎的 那我自己今天早上的時候 中共發出這個演習的宣告 大概五六點的時候 宣布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大概到了 我自己同溫層裡面 大概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非同溫層以外的 其實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的 今年完全沒有提 現在連軍演到 連民眾都懶得提了 是我覺得這確實是有溫水煮青蛙的問題 那包括中共最近 不斷在做的這些灰色侵擾 我覺得也是透過這種 一點一滴的這樣子去侵吞 讓你很難 這民眾真的是非常難 而且說真的 每天幾十假幾十假 大家已經有點麻木了